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8日 今個星期的交易日不會很多 也都再過兩天就會是其次的結算 這樣在這裏 我今天最主要想討論一件事 就是大家對於一些股票 他們的出入價位 還有有時候 可能你要止蝕 可能需要繼續追入 這個考量 我就以幾隻股票 來做一個參考 給大家參考 這些股票其實也有些朋友問 對於這個是 所有的追入與否 以及止蝕與否 以及要套離與否 都是基於一件事 參考保力加通道的中軸平均線 你無論用周線的 或日線的 都可以這樣考慮 我們首先看看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 其實如果大家看到這裏 看到周線圖上 去到這裏 穿到頂 這裏就是底 上去中軸 跟著追上去 好了 它開始不再沿著頂走 是距離的頂通道位 大家就考慮 它們可能會作出一個調整 這裏也是 走了之後不去 如果你在這裏要考量的話 第一 你在這裏不要再投入資金 而開始考量是要撤退 跌穿了 反彈 直撤 那你就可以避過這裏 那你說 我可否在這裏 是這個出貨 打 用其他另外的方法 因為 沒有一種的 技術分析 可以告訴你 在最頂頂頂頂頂頂頂的位置出貨 除非 你是天天盯著市 每一分鐘都盯著市 我們很多人都不回答 所以一定是會有 不可以去到最頂頂頂來出貨 我們只可以見到 這樣來出貨 如果你在這裏入 在這裏出貨 是賺少了 不過 你在這裏不出貨 就有問題 這裡再反彈上去之後 你不再出貨 便有問題 同樣好像這裏 它已經跌穿了 接著你可以看到它 纳入这个通道底 它就开始作一个反弹 于是你也可以考量这一件事 到这边 好像跟这边的位置就差不多了 它再跟着升穿了 那你就可以再跟着追入 同样跌穿了这个中厨 你又跌回来这里 这个升穿了中厨 你跟着 对啊,我只能买到三天升 对啊,是买到三天升的 对啊,不过稳稳阵阵 就是淡定过台炸弹嘛 那便完了 去到这里 它不升 纳入保力加通道的是 上通道的是 上顶位的东西里面 再跟着一天都是这样 你就要考虑 啊,它可能是会要调整了 那在这点呢 你可能是需要考虑 将一些已经有盈利的 或者 在乎有盈利与蝕的边缘的 那些就先要走了 好了,日线图看看 日线图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这里是跌穿了保力加通道的 是日线图的底部 上次我也有说过 凡是握紧的时钟 你考虑它会开始有大变化 那在这点呢 它不黏着底部去了 开始纳入的通道里面了 那你就考虑它可能会作为做一个反弹 到了这里 它是升穿了一个中族 那你就可以考虑 就是去这个 握入加码 你可以在这里做的 不过你也要用少一点的资金 你也要用多一点的资金 去到弹到这里上面 接着的顶 哎呀,它不到顶就跌下来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究竟你是不是要在这里出入 出或者入 再接着升到这里 两个顶在这里了 那么自始然啊,你就跑吧 走完之后 它跌穿了一个中族 不过很快就自发上来 那你就跟 billionaire 跟 connected之后 大家看到现在还在这里 不过它一直被扩下来 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否要拿着 跟着 不过你要考虑 如果你不跟着通道的话 已经是弱势的表现 是有人开始会出货 달到这里 那就更加是你看到這個情況 日線圖上面如果放大的話都是這樣 今天有朋友問恆生銀行 恆生銀行是一種收息股 我要收息股票拿著它來收息 我是不是拿著一年365天呢 什麼時候才拿著它呢 其實大家考慮一個問題 你要知道一件事 恆生銀行和匯豐有什麼關係呢 是一個母子的關係 我以前有說聖誕中買匯豐 匯豐現在已經比較過氣了 你就可以跟著不買媽媽就買兒子 聖誕中買兒子 為什麼呢 因為兒子快要宣佈了 是會業績要派息 起這一點呢 你是可以去考量這件事 所以買恆生銀行 可能每年只有一件事 是十月、十一月左右 是考慮它 買它 然後它升上去之後 就沽了它 那就算了 那變成沽了上去之後 你會賺了那個價錢 那你賺不到息的 收息股 永遠我自己個人覺得 不是拿著它到收息那天 是要看著它 就是它快要公佈派息 它升了上去 那你就走了它 那要升多少 你走了它呢 恆生銀行 每年大致上 都是派5厘至7厘息 所以如果它能夠 股價上面 上升到有10% 你還不放了它嗎 那就等它下一回合 所以 在恆生銀行來說 你當然要看看 到最近 它多了資金入 多了資金入 你便便再考慮 是否有一些人 是聖誕中買恆生呢 恆生銀行 是在舟線圖來說 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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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上已經是聖誕中買恆生完了 那你便可以出貨 當然你說它後面還不升 我不知道 不過好看不吃眼前虧 不要暫時虧損了這個 好了,日線圖上面更加清楚讓你看到 升穿這裏不可以跟著拿著它 來這裏出回去 你又說我升穿拿穿這裏很簡單 上次講的,如果大家沒有這裏記得的話 你再看上個星期五 介紹保力加通道的這裏 應該是上次是上個星期四 介紹保力加通道的這裏 說是拿頸之後 那東西跌下去的就會向下走 這個拿頸之後如果升上就會向上走 這個很簡單,拿頸就命就跌 這個拿頸就命就升 這裏開始有些拿頸了 這裏開始有些拿頸了 它跌了,你應該要走掉它了 那要到何時呢? 等到125元才買 為甚麼呢? 很簡單 我已經計算完了 那個是賺了今年的息價了 為甚麼賺了今年的息價? 我由109元 拿到138元 中間這裏差不多20% 你還在這裏等恆生派息給你嗎? 不用了吧 這裏賺了20% 什麽息都夠了 所以恆生銀行在這裏即是駕駛 其他時間怎樣? 看啊,你都不要看它 把時間等到其他股票上 這個是一個買賣策略上的考量 那如果真正它繼續是升、升、升、升 不要緊 頂籠都可以升到2月而已 所以去到這裏 你就要記住 2月、3月一定要出貨的 不出貨又好像這樣跌下來的 除非一些很特殊的念份 好了 這裏就是恆生銀 另一隻是50汽車 50汽車呢 這裏呢 我是在1個5毫、1個4毫多建議過買的 那我只是上網是過百的 一天之後它就去過百了 那 我沒有再去推介過50汽車 因為再跟進去之後呢 它是可以好好好好好好好 亦都可以是很多人去炒炒炒炒炒炒炒 或者會炒過龍的 但是呢 我又不擔心它這裏呢 是會有問題 因為它進去後面呢 是有這個 上汽和通用汽車 作為它的所謂的合作夥伴 還有它的車的定位是十分之好 問題只是需要 我不敢說是否可以叫做業友買 貴 沒有賣錯 因為 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只不過 我認為 50汽車 它們的產品 非常好 大家可能很猜不到 50汽車 在過往 從8月到9月左右 推出車款以來 推出車款以來 它銷量 是多於Tesla 電動汽車 它是多於你 當然它的問題就是 它賣得很便宜 賣得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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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呢 它的盈利可能不是很多 只不過問題 就叫做山大斬賣有柴 它以前是賣拖拉機的 你問拖拉機那些賣得多少 那賺多少 窮佬農夫 能賣多少 賺多少 那就是它賣給窮佬農夫 它不是再賣拖拉機 賣電動車給你 這就是一車風行 我們覺得 未來的電動汽車市場 是兩分兩折的 有一折可以是貴的 有一折是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就是將它怎樣呢 就很簡單 我不需要做什麼的 是短程運輸 150公里 夠了 150公里夠了 由鄉村去到省那裡 然後省那裡賣東西回來 那為什麼用這些電動車好呢 我想問你 在鄉村有沒有油站 你駕到大省那裡才加油嗎 回來的時候都沒有半缸油了 如果我用這個車的話 我家裡可以充電 去到這個省那時候 鎮那裡買完東西 回來才再充電 剛剛好 它不需要找一個續航力 一千多公里 我又不去駕駛車去新疆 為什麼要駕駛車 你多了給我都沒有用 就像大家手機一樣 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功能 是多到你不懂用的 是費用的 不過是收了你的錢 所以很簡單的 買一個老人牌 大大隻字的 搞定了 你想拍照的 就買一個漂亮的拍照機 就不用只用手機 是不是 如果你要做很多東西 看片的 那你就自己找過 除了之後 你還有什麼做呢 一個手機 真的可以做很多東西 不過你用不到 用不到就不要賣 不要用那些 買一個便宜的 算是便宜的 少一點功能 好了 50汽車 這個是周線圖 周線圖 記住 市營裡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剛剛今年有新產品 所以它應該遲些要打出來 而過往的派息 是只有0.1來的 好了 我們看回日線圖 日線圖這裡 升了一浪 再升一浪 這是第三浪 爆炸性上升 流深 那個成交 如果你一路上去 成交還一路多的話 這些成交支持到的升幅 當成交是慢慢減縮了的話 要留意 所以到現在這個位置 是可能會見頂的 但是你說見不頂之後 它會不會再升呢 我覺得它又會升 它可以升到多少 我不知道 為什麼呢 第一 看它有沒有再投資 第二 看它有沒有再打開市場 大家不要以為 我現在的車這麼便宜 14億人 我的車可以賣到全國 對不起 所以很多人對於中國汽車股 有一個很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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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理由 給你吉利過來深圳 壓支是多的 因為吉利來到深圳賣得多 等於比亞迪可能賣得少 比亞迪那裏正在請深圳工人去做事 我GDP便受到影響 我作為領導 哇 你在浙江的吉利 可以賺到盆滿盆滿 那邊請人 我這裏的時限之中 我的工人要失業 那怎麼辦呢 所以吉利在做幾件事 在各個省的地方 都設有工廠 那變成怎樣呢 就叫做理中有我 我在浙江的工廠 這是總工廠 不過請的是你山西的工人 起了山西的生產車 那我就可以打開山西的市場 啤酒也是一樣的 所以不要以為你青島啤酒好喝 就可以賣到重慶 對不起重慶有重慶啤 你來到怎樣呢 臭雷碎 是這樣的 所以在五菱汽車這裏 下一步要解決的 就是打開了其他地方的市場 例如 你不要叫它走去什麼 不要走去上海大上 上海這些地方來設廠 不可以的 因為上海人 不會輕買一輛 兩萬八三萬二的汽車 這麼便宜 被人看死 上海人很要面子 是吧 他另外開一輛舊Benz 都不會開一輛新的新50 所以 50汽車如果要做的話 他一定是比較窮鄉碧壤的省份 我個人覺得 就開設這些商產廠的東西 在這裏 因為電動汽車的零部件 真是很少的 解決到之後 就是周到都做得到 你回家都做到價格 對不起 我小學六年級已經做了電動車 電池 摩打 加上去便是 當然 安全性 那就另計 反正我都不開出街 只能開出街 很簡單 拖拉機以前都開出街 所以 50汽車看日後如何發展市場 50汽車以日後最大的市場是甚麼呢 我個人覺得 打出中國 免得跟你各省去玩 打出中國 去甚麼 去馬來西亞 去東盟國家 或者去意大利 去法國 這些地方 為甚麼 因為那些地方的人不介意 車是便宜還是貴的 只要車的樣子做得是 聰明 接著就是 方便 接著最重要是小 因為 那些這樣的行仔 意大利等的行仔 你開一輛大型的Benz下去 真的轉不到彎呢 所以這一點 又要考慮這一點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 有朝一日 50是通過了上汽 或者是一個空用汽車 打出國際市場的話 50汽車 我說可以說 它是另一隻 是Fiat 500 那那個盈利 就看不到多少 所以如果有回落的話 大家又有些錢的話 不妨拿回一兩個手 趁它還是便宜的 我介紹吉利的時鐘是個半 很奇怪 我這次介紹50 它是1.45 我買是1.55 那都是個半島 都是要適於微視 好了 另外一隻我要介紹過的 是聖木 聖木呢 我之所以推介它 是因為當時蒙牛 是行使它的債 股債的權力 是不收錢 要聖木的股票 那即是聖木 應該有些東西醒了 所以蒙牛 就是寧可 要你將來的牛奶 不是要你還錢 中國的乳木業 是開始做得很好的 因為大家對中國的農業 未必知道得到太多 真正知道的話 真正是很不說得少 我可以在這裏說 寫定自據 中國的是奶原 他日一定會優質過荷蘭奶原 那麼我們要看 什麼時候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如果當著巢奶粉 它來中國設廠的時候 就是中國的奶原 超越世界 美國都按不了的 因為現在要做這些事情 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投資 還有很多很多的科技 養牛是要很多科技的 那麼中國的奶原 怎樣可以超越荷蘭奶原 或者是澳洲 或者是紐西亞奶原呢 一個事情 中國泥土 在個別的 特別大西北那邊 是要有曬 曬是什麼呢 是抗癌 如果嬰兒的奶粉 一早就有曬 我們很多人 當然奶粉都知道 有曬的話 在抗癌方面 是十分之優越 凡是能夠把食品 與藥物的效力 拉在一起 這個食品就貴了 蘿蔔和人參都很像樣 不過人參的藥效大 人參是補你 蘿蔔就是糧你 蘿蔔就賣得便宜 人參賣得貴 好了 聖木又怎樣看呢 這個是 周線圖 我之前的小聖木 是入了這個位置 後來升了上去 然後再下來 它還在這點裡面 是貼著保利加通道走的 即是 人們似乎不讓它跌穿 來到這位置 就有人買它 聖木的PE 是積絕 是真正不低的 139 派息還死 0.01 在這點裡面 在周線圖上面 一看著它 守著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這個就是5號27 好了 日線圖上面 這個太細看不到 用一個 這裡看 它曾經去到這裏 又是握頸 握頸 上去 然後 又再彈多一轉 升到7號半 現在它在這裏 就下來 這裏有個不太好 它開始又握頸了 握頸這裡 你看它 它會不會握頸 又好像這邊 一路各個過來握頸 握一個時期中 又再彈波上去呢 因為它彈下來呢 在這裏 我自己覺得 一定要看它 遲遲些少 那個盈利公佈 因為 如果蒙牛買得它的話 別人是內行人 我會相信 它是有眼光 這個盈利公佈 應該是有利的 所以這一點 可以暫時 如果有貨的朋友 可以拿著它 真正如果好 就想著 你唯有跌穿了 所以保利通道的下續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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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ール子 8號指р 我更建議它們離開的 後裏呢 到該一個月 還有公佈 這裏呢 settled 這是超乎我的想像 對方 Thousand ...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現在升存了以後 因為我想ニ陰 再一次就沒有了 然後就跟著他 他完全通道上去 你不要理他,一坐他就傻 就不需要聽我說八毫子走那個貨 就是走的 因為我看的時裝是怎樣 大致上五毫子的時候,去到八毫子我不走 是不是 但好像這裡,我不走 後來他不是跌穿 他繼續上去 我,如果作為做投資者,我可以這樣做 我作為這個港股佬 我說了之後去到那裡走,我就要走 是不是 好了,這個日線圖方面 你看到 他會經常跌穿 他永遠是不黏著中族 在這點,他亦有一個強勢 不過,來到這裡要留心 去到這裡,他不再黏著頂 開始橫行走頂 放大一點來看 他不再黏著頂,開始橫行走 打橫行走,他可能還有多轉升上去 升上去 然後下回 保利協鑫為何他這樣升 原因是他賣了家當 那些人就覺得有錢分 就可以多了上去 這個賣當借的東西是有限的 跟50汽車不同 50汽車是 這個他是怎樣呢 是18歲仔出來打拼 他還有一個很長的路程可以去打拼 那保利協鑫又怎樣呢 60歲阿爺 開始賣當借 賣完之後 吃完之後 這個二世祖怎樣做呢 當然 他可以是拿了一些資金 再投資做其他生產 若然是這樣 他突然之間 由6歲的阿爺 變回18歲的年輕 可以去打拼 你要等他真正做到這樣 若然如果他做到這樣的話 他是不單止去3元 我比較傾向是 他們應該會做一點點事 做多少 我不知道 他拿到那些錢之後 他應該再投資 因此 他還有一個再上升的能力 不過 你未見間廠 未搞任何的生產線之前 我是不是都要看看你等等呢 因為我資金可以拿去買其他股票 所以保利協鑫這裡 在這裡 好像在這裡來講 這樣 在這裡 升升那麼多 真的開始慢慢拍過來 升穿 拍過來 進回這條通道 即使好像這裡 日線圖道 不再沿著通道上升 夜打行 這個開始見頂的直著 那要怎樣做呢 當然 他可以是這樣再上去的 不過我個人 為了比較穩陣 我便不會在這種形態上再投入資金 而想想怎樣把資金撤走 令我到你日後再有新發展 我才再跟著你 情形就好像這裡 升上來 他沒有再跟著 那我就走人 如果我不走的話 那又怎樣 然後就從10月這裡 拖拖到1月 整個月那塊錢就摘在這裡 那你想不想那塊錢摘在這裡 那你自己決定 再跟著有人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很早的時候 我已經說他在295 一穿了就要出波 就下面看 210至220 很多人當時都說 有沒有搞錯 現在是212 我210 我沒有轉變過目標價 那當然 他會不會再跟著 改了去 更低於210 可能會 可能會 不過我之前說過 是210至220 我暫時就說回這裡 就是要做這樣 阿里巴巴的問題出現了什麼呢 問題出現在於 就是他犯了紅線 紅線的意思就是說 當時阿里巴巴 一去到螞蟻 一出現這個情況之中 我已經說了他一件事 就是說 他不是在美國 在美國是以錢銀掛帥 華茲鏈掛錢 不會理你的 真的這個中國 是叫做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這一點裏面 握得很強的一件事 是要大家都要有飯吃 你不要搞到這麼多的壟斷 你吃完 我沒得吃 還有一件事 他後面那些老闆 全部都是股東 全部都是中國人 這一點 阿爺怎麼會讓你去做呢 如果阿里巴巴他說 包括後面那些老闆 那些股東都說 可以 螞蟻賺了錢 一百分之九十九 是拿回來 扶貧、製貧 這樣又可以 這樣就可以 那就是你不是 你拿錢走 即是這個叫做什麼 八國聯軍 變相是金融上面的八國聯軍 你一看完之後 你都知道阿爺 不跟你打個上金嶺之役 所以阿里巴巴會怎樣 我怎麼知道 很多人說他六個月之後 那隻螞蟻可以回來上市 我當時已經說了 No way 你要上市的話 可以 你不要變成螞蟻 你變成了什麼 嘯 就是 你一定不是再是隻螞蟻 這樣 因為 你一定要看到 那個不可以壟斷 以及不可以吃光別人的東西 由這個一推斷 我當時已經說 美濤等等 騰訊 這個 京東 都會可能有問題 因為 你們都是借微小貸 你搶了銀行的飯碗 中國銀行業請多少人 如果你還有那幫人 始終 按一下電腦 就已經搶了些錢 這樣 中國銀行業 阿爺的四大行 以及這麼多間 在鄉鎮銀行 是不是要掛掉 你怎麼搞 你有錢可以賺 債務那個 追討的債務 那個還不到錢 那個危機 就扔了給阿爺的銀行 因為你打包賣了 那些 打包賣了你的債務 去給阿爺的銀行 那就即使另外搞一次 是美國的次案 不過你打包那個 不是樓房 而是 人民的債務 你真是當債務 你真是當債務 是嗎 是不是 我之前 那時是講過的 講過的 你即使等於次案 不過資產不同 資產不同 不過運作方法一樣 一樣 一樣是這麼毒的 所以這一點 螞蟻 和阿里巴巴 和一眾的新科技股 麻煩大家要看看 這個問題 重新將它們 所謂最容易可以賺錢的 IT金融這個行業 勾了它出來 若然是這樣的話 很多人都會回去 是做女兒的時候 那個價格 阿里巴巴 不用想 跌下去 穿不穿210 不知道 先穿了 今天推介的一隻 是天能動力 天能動力 是什麼呢 它最主要是搞電池的 又是電池 又是電動車 那電池 它即使是怎樣 在電動二輪車 兩個輪子和三輪子 農村到廣泛應用 在這個市區上面 都有應用 是要做什麼 在送遞 速遞等等 買一架電動車 多少錢呢 我農場買很多架 但有三千兩四千元 很多時候都是很簡單 用的是原水填詞 鹽酸填詞 由於最近疫情方面 它用得很多 因為大家都要送遞 速遞等等 亦有很多等等要用到 它亦有一個憧憬 說它要回到A股上市 亦有分拆部分的行業上 分拆上市 因此股價就摧高了 在這一點中 當時就是這樣 直直直直升上去 然後它跌下來 現在就開始 我估計它會升回 我不是升很多 由現在這個位置 我估計它會升到二十元左右 以及二十元附近 就是這樣 為甚麼呢 因為始終三輪車 能夠買得多少呢 三輪車不可以走出國門 不同於五零 五零的車是可以走出國門 三輪車走來走去都是鄉村的 在這一點中 的確 它每年 所要的是 號選的三輪車很多 因為三輪車幾千元 很簡單而已 由於這個路面又不好 走得又比較 一年左右就報費了 兩年左右三年左右 都報費了 五零又不同 五零不需要 不會這麼短持的報費 在這一點呢 因為它三千多元 五零是兩萬多元 所以在這一點中 它很多的電池 是消耗得很多下的 因此它最近 廣播的預期 它的盈利 有成是四成增長 因此股價就升了上去 不過 我估計 是由這裏四元左右 已經升到上這裏 是已經消耗 消化了很多 盈利的利好消息 因此現在這裏只是 再跟著 最近再升多一轉 我估計 都差不多 是到頂了 這個是日線圖上面 就是這樣 這個表 都是以前推介過的 吉利汽車 譬如很簡單 曾經我建議它買了之後 我會有個位置去指示價 指示完之後它再升 這個大家朋友 就是要自己收拾 我估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我自己說 騰騰騰騰騰買了之後 它跌的話 要保住大家的資產 你自己決定 如果你自己的資產 升不升 跌不跌 其他的 都是這些 之前介紹過的 另外一方面 就是這些 曾經是 朋友問過的 是股票 我也有所評論的 遲一點點 我會在這裏再調一個秘訣 慢慢 就是update 填上去 填上去 update 日子 可以讓大家跟回 看看 這些都是之前 曾經說過的 好嗎 這些 就是 之前 上個星期 是補了的 是備註 以後 這些都補充 這裏的股票 在這裏 是留兩個星期 這個23日 這個22日 這個18日 這個21日 這個16日 17日 是補了兩個星期 一邊一直 一邊給大家 如果用的 可以用的 今天是這裏 多謝大家